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收紧护照管控 习近平真要锁国吗 一关锁国这件事情客观条件不允许 中共印太行为如何看 美军司令说了三个词 诺贝尔经济奖是否破防中国模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更多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开始 我们先请陆阳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陆阳 好的宇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10月16日表示 朝鲜实际上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参与者 据路透社报道 泽连斯基在向议会发表讲话时说 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证实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和人员 周日 泽连斯基指责朝鲜向俄罗斯武装部队移交人员 但是 克里姆林宫将这一指控称为假新闻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维特星期二表示 如果朝鲜部队介入乌克兰的消息属实 将标志着朝鲜与俄罗斯的防务关系的显著提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6日在本国议会演讲时 陈述了乌克兰在乌俄战争中的获胜方案 这套被称为胜利计划的方案 涵盖了军事 政治 外交和经济等多重因素 泽连斯基在演说中呼吁西方国家继续提供支持 并尽快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香港方面 在遵从北京旨意 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定立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进一步重创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之后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三10月16日 在他的第三次年度施政报告中 承诺改革并重振经济及金融市场 路透社报道说 香港体量不大 但开放的经济 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经济放缓 和政治紧张局势的连锁反应 包括长达数年的在国家安全上的镇压 香港经济第二季度同比增长3.3% 预计全年增长2.5%到3.5% 美国 日本 韩国 星期三宣布 启动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 新的多边接控机制 监督对朝鲜实施的制裁 这个多国小组在联合国相关机构 不复存在的情况下 延续联合国专家小组的工作 并定期发布制裁执行报告 15年来 监督朝鲜核武和导弹项目 制裁措施的落实工作 一直是由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 专家小组负责的 但是 今年3月 该小组的年度续任程序 被俄罗斯否决而无法继续履行其功能 据韩国媒体报道 美日韩代表星期三 在首尔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宣布这一联合机制的正式启动 除了美日韩之外 其他八个国家是 法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月15日在一封信函中表示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动力 而不是阻力 习近平说 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 做朋友 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公民了解的 非盈利教育机构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10月15日晚上 在纽约举行了2024年度颁奖晚宴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给这次颁奖晚宴的知何信中 对该机构为推动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 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星期三10月16日 在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会议上 呼吁扩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以提升区域合作 作为这次会议主席的谢里夫 在讲话中说 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应该得到扩大 专注发展道路 铁路和数码基础设施 提升跨地区的融合与合作 北京的竞争对手将一带一路倡议 视为中国扩大其低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 西方国家去年 在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 宣布了一项6000亿美元的计划 以启动一个与一带一路相抗衡的基础设施发展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 应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不可持续的债务 而广受批评 最后 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德昂民族解放军 及当地居民表示 该组织夺下通往中国的战略公路沿线另一座城镇 这是陷入困境的缅甸军政府所遭遇的最新挫败 据法新社报道 该组织发言人雷叶乌10月14日表示 经过数周的战斗 德昂民族解放军 于10月13日 占领西捕市最后一个军事基地 西捕市大约有2万人 位于从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通往中国边境的公路上 每年有数亿美元的贸易 通过这条公路进行 据法新社报道 一位不愿居民的德捕市居民表示 德昂民族解放军 在13日掌控这座城镇 缅甸军政府尚未评论 在西部市发生的战斗 法新社则无法证实 来自当地的通报 该地网络遭到中断 宇州 好 谢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 中共收紧护照管控 习近平内控优先 真要锁国吗 我是宇州 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实事经纬 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 对公民护照的管控 严管教师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出境 分析人士说 在习近平主政之下 中国正在走回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 内控外防的老路 下面请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一如 好的 宇州 金融时报指出 去年开始 中国有越来越多学校教师和公共部门员工 被要求上缴护照 并且由地方政府官员统筹管控出国的申请 有的教育单位更是公告表明 一旦出国 不可以接触外国敌对势力 报道称 中国当局一直是向学生灌输忠诚为要务 关键就是教师和政治教育 所以必须防止老师们受到境外势力思想污染 散播对国家不利的思想 事实上 根据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 除了公安机关和原发证机关 有权依法吊销 收缴证件 以及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 有权依法扣留证件之外 其他任何机关 团体和企业 事业单位 或者是个人 都不得扣留证件 换句话说 学校事业机关没收护照的做法 其实已经违法 姑且还不论是否侵害了个人隐私 旅美中国资深媒体人王剑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共长期以来就有没收护照的传统 印象中从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 当时收的主要是官员的公务护照 习近平上台之后 开始收各个行业的护照 他说毛泽东时代是打完仗之后 把门关起来 说外面有敌人 一名在福建任教的理性大学教师 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学校在2019年 就已经要求部分的职员上缴护照 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授要出国 必须要申请说明出国的目的 前往的国家和天数 以及经费来源 经过上级审批核准之后 才会放行 而副处级以上的干部 原则上安排在暑假出国 这样的规定在2021年 又重新强调了一次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 红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共没收教职员 公务员 国营事业或者是银行高管的护照 是一种加速闭关锁国的心态 他说 在2022年中左右 中国社科院下的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 就曾经为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发表了长文辩解 陈述闭关锁国 其实是一种保家卫国的自主宪观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下行 造成了中产阶级的信心不足 中共也在防堵国内资金外逃 此外 中共也很担心 体制内的人士信心一旦瓦解 他们对于习近平政权 对于中国体制会没有忠诚感 人员资金就会不断的外逃 甚至示范教导底层人民 如何走线出去 其实你是在加速 你的所谓的内部的崩解 因为你的内部矛盾 没有办法去得到解决 洪敬富表示 中共本来可以通过跟西方交流 学习更多的经验 比如西方的创新管理模式 但是现在因为严管护照 各种经济活络的可能性 也正在不断的消失 宇周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收紧护照管控 习近平内控优先 真要锁国吗 请你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中共印太行为如何看 美军司令说了三个词 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主持人宇周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 查尔斯弗林上将星期二 10月15号 在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座谈会上 谈到中共周末对台军演 及在印太地区的行为时说 他们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他用了三个词来形容 中共在这一地区的行为 渐进阴险不负责任 弗林并且表示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举足轻重 下面请陆阳分享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陆阳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 查尔斯弗林上将说 我要指出 中共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我想用三个词来形容 他们走上的这条道路 这是逐步的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并非始于过去十年 它至少已经持续了 二十到二十五年 有些人说 他们三十年前就开始了 所以 他们一直在走的道路 是借尽的 另外就是这条道路的阴险本质 换句话说 法律战 口外 以及 中共部队运作的行为方式 这一点令人担忧 弗林将军用来形容 中共危险道路的第三个形容词是 不负责任 他说 不负责任的部分是 他们侵犯了周边国家的领土完整 和国家主权 参加座谈会的记者 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 查尔斯·弗林提问说 美国有责任减缓中共 正在走的那条道路吗 我相信您说过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军能减缓他们所走的道路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还是说 那是个华盛顿的政策决定 对此 弗林上将说 不 我的意思是 我对美国印太司令部 战略和作战的贡献 正如所阐述的那样 是陆地力量网络 即陆军 海军陆战队 特种作战部队 和该地区现有的大型军队 我们被赋予的任务是 在印太地区 获得位置优势 那是否有区域走廊 已经获得位置优势 有的 那是否还有其他区域走廊 如中部 南部 和西部走廊 需要加强 弗林将军说 当然需要 这需要我们每天付出 艰苦的努力 他说 我确实认为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举足轻重 宇周 好 谢谢鲁阳 分享美国之音记者 刘恩民的报道 中共 印太行为 如何看 美军司令 说了三个词 请你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关注 辛克诺奖得主 说中国 中国经济并根 是榨取性体制 我是宇周 马上回来 2024美国大选 全球瞩目 会否牵动世界局势 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 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 能否为民主党守住 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 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 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 邀请跨党派学者 为您口气选情 点评政策 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 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实事经纬 美国经济学家 达伦·阿西莫·格鲁 西蒙·约翰逊 和詹姆斯·罗宾逊 因为研究制度 与繁荣的关系等成果 获得2024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认为 具备法制和承认财产权的包容性制度 有助于国家繁荣 而掠夺大众来服务精英的榨取性制度 妨碍经济发展 下面请听 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 采访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秀教授文贯中 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的精彩片段 首先的问题我就请文教授来回答 那么你觉得这个获奖 从洛江委员会本身来说 他们发出了一个什么信号吗 我觉得发出一个非常明细的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信号 就是说虽然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可以研究 但是这是第三次把那个获奖 又给三个人专门研究经济制度 以及国防疫的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而且明确得出了结论 好的经济制度能导致持久的经济增长 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七星零石就是说 获奖给了其他两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制度 一个就是那个Covid Covid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经济制度 法律对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作用 那么也是得出非常明细的这个结论 那么第二位呢是Douglas Norse Norse他也是做了非常接触的这个贡献 来证明这一点 那么现在那个洛奖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经济制度 那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当中 他们是正义的 那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 就自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化身 正义的化身 反地的化身 反殖民主义的化身 他们没有理解到 他们自己变成了独裁者 变成了政治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坏的 就是用传统的那种制度来治理国家 来那个发展经济 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各种各样的弊病重生 好 下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余平博士 经济学里面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 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问题 那么余平博士从你的就来看 今年的这个洛奖 对中国模式意味着一种什么呢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去看 今年洛贝尔奖 经济学奖给了一个 实际上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代表人物 从制度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的 一些经济学家们给了一个肯定 而这个肯定呢正好又是 给了这个三位经济学家呢 是研究直接的政治制度 对长远的这个经济发展 带来的那间那个影响 也就是说明学术界 大部分人现在基本上认可 就是政治制度 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制约作用 我个人的理解 这一次不仅仅是说 产权制度或者那些经济制度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而它就遲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说所谓的root cause 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 根本性的一个因素 跟政治制度有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面 形成了一个就是官方的一个宣传 不仅在中国国内 在国际社会也开始发酵 就认为专制制度 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能够集中资源去办大事 发展经济 可能会带来一个长期的 可持续性的发展 现在这个理论 其实在新冠以后 已经统闭了 三位经济学校获奖 正是对中国这个成绩 有三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高度发展 是专制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理论 是一个迎头的一个统计 我觉得特别是中国政府 自己在过去的四年里面 甚至你可以就是往前再延伸看 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那些经济政策 特别是政治上的一些高压手段 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 听众朋友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 主持人陈小平 采访文贯中和余平的精彩片段 辛克诺奖得主说中国 中国经济并根是榨取性体制 事实上 获奖者之一的阿西莫格鲁 获奖之后受访时表示 榨取性的中国制度无法实现长远 可持续创新 敬请关注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我是宇舟 请你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关注 中国看守所在传人满为患 中共是否开启犯罪化时代 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是宇舟 中国社媒近来纷纷传出 看守所爆满现象 据多名律师爆料 多地看守所人满为患 甚至有扩建的打算 中国法检机关的数据也显示 今年上半年抓捕和定罪人数 都成绩两位数增长 凸显当局维稳严打和轻罪化的趋势 下面请听陈潇 分享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 李乃娟的报道 陈潇 好的宇舟 今年8月 中国多位律师通过 社媒平台视频透露 看守所人满为患 他们说12人的监视关了20多人 10米长的大通铺 人几人得侧身水 几十人的监视只有小风扇 据爆料律师说 因为今年抓太多人了 中国多地都在计划扩建看守所 美国之音私下 找到爆料的成都律师刘荣靖 希望取得进一步内情 但他拒绝受访 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 遭中国关押5年的 台湾社运人士李明哲 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寓所人满为患是常态 他自己2017到2022年复兴期间 就有第一手经验 16人的监设住了24人 防射实在挤不下人时 就在厅区摆上行军床 让新进犯人睡 由此推断 移送监狱前的看守所人数 也不会少 中国官方数据也佐证抓捕 定罪人数持续走生 据中国最高检察院 7月29日发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批准逮捕 36.7万人 同比增长18.5% 该院3月发布的 刑事检查工作白皮书也指出 去年全国决定起诉 168.8万人 同比上升17.3%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7月19日也公布 各级法院今年上半年 判处定罪78.8万人 同比增长8.47% 其中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罪犯 占87% 同比增长近10% 位于台中的冯甲大学通识中心 助理教授林展辉分析 中国扩大国安定义 拉高社会维稳层级 早向合法行为轻罪化 轻罪行为重罪化 是看守所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 林展辉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在寝室大局面不断地扩大 透过所谓的以行治国 经济犯罪就维稳在 群体性的抗议 政治性的问题 必须通过国安法 来进行所谓的国家安全上的一个维稳 会花那么大的心力 代表你不稳定 大量地去抓捕人员 可能现在不满习近平的声音 社会的抗议行动 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英勇 3月8日于全国人大工作报告中表示 去年以国安为由批准逮捕犯人72.6万人 总计抓捕或起诉于240万人 台湾民运人士李明哲则说 看守所爆满 有助地方政府按关押人头 向省政府请领日常经费补助 或增加罪末收入 如抓捕经济犯罪者 可没收财产充公 或提高交通 商业违规等各类罚款 来为地方政府创造收入 李明哲说 我们在看守所所有的日用品 包括卫生纸 是要自己买的 看守所人满为患 然后他们的买东西 就会是一个 看守所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现在整个经济下滑 看守所为了生存 地方政府为了创收 过去被默许这些灰色地带 他全部用这个当理由 抓了很多人进来 冯甲大学的助理教授林展辉也观察到 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行政财阀 增加财政收入的趋势 如各地城管 加强取缔流动摊贩 市容环境等 透过短暂关押 最后以违规罚款来充盈地方财库 宇宙 好 谢谢陈骁分享 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 李乃娟的报道 中国看守所在传人满为患 中共是否开启犯罪化时代 接下来在节目最后 我们将一起来继续关注美国大选 位决选民可能将左右 今年美国总统选举 我是宇舟 请你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节目最后 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 塔纳德·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 都在努力争取相对较少的 尚未决定支持谁的选民 而这些选民可能成为本次大选的决定因素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 发来的详细报道 一些美国人已经开始选择总统人选 许多州已开始提前投票 但仍有选民表示 他们在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犹豫不决 我只是想了解他们是谁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太多 他们对整个政治环境来说是新的因素 对选举双方来说都是 他们来自不同的有趣背景 他们如何作为候选人代表 民意调查显示 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约占选民总数的3% 约翰逊是马凯特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 对很多选民来说 他们还没有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当你上前询问他们时 他们可能会给出这样的答案 中西部的一些人可能也不愿意告诉你 他们会投票给谁 所以他们也可能是未决者中的一部分 马萨驻塞大学政治学家恩特塔表示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有针对性的竞选活动 正在打动一些未决定选民 未决选民的数量正在减少 而且每天都在减少 大多数人将在选举日之前做出决定 真正重要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实地动员 这可能会是一场极其势均力敌的选举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韦斯特表示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说服未决选民上 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特朗普需要向美国人保证 首先他尊重法治 如果他当选总统 他不会疯狂制造混乱 另一方面 哈里斯经验不足 几年前 他的立场比他现在倡导的政策 要自由主义得多 所以他必须说服选民 选现在的卡玛拉·哈里斯作为总统 约翰逊说 特朗普作为知名度更高的候选人 在位决选民眼中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帕纳德·特朗普是第三次竞选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大多数人对他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 因此对于那一小部分只占百分之几的 尚未决定的人 两党都在努力说服他们投票 这是因为这些尚未决定的选民 可能会在势均力敌的摇摆州竞选中 发挥重要作用 并很可能决定谁能获胜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带来的报道 美国大选投票在即 未决选民可能将左右今年总统大选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史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木桃 我是宇舟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